股友们,大家好,欢迎回到我的股市人生频道。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12号,周六。 我们今天的内容有,股市分析,概念,follow through day,底部确定日,上升趋势,突破点, 认识缠论一点点,以及个股点评。 本周出炉的10月份CPI数据低于预期,这刺激了股市的上涨。 以前我们多次说,通胀下降是近期市场上涨的基本逻辑。 美国10月CPI数据公布,同比增长7.7%,低于预期的8%, 较上涨的8.2%,也大幅回落。 看这一张图,通胀减速图。 黄色的这里是CPI,黑色的是核心CPI, 就是CPI减去食品和能源,核心CPI。 这里的Y2Y就是同比,今年的10月份与去年的10月份相比,就是同比。 我们可以看到,在这里,从三顶这里开始向下滑落了。 下面的柱状图呢,是环比。 这里的M2M,Math2M,10月份和9月份相比。 这根柱子是不是短了很多? 回到股市方面,本周是震荡上行,周三是低开,因为担忧CPI数据。 周四就是跳空高开,标普在这一天大涨5.54%, 纳指在周四这一天大涨7.35%。 我以前就没见过指数单日涨幅超过7%。 这也是从08到09年以来最大的指数单日涨幅。 周四这一天,它就叫做follow through day, 就是底部确认日。 follow through day,确认见底日。 它是确认大盘见底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指标之一。 在英文的网站里经常可以看到, 它的定义就是大盘创新低之后, 这里的创新低,它也可以是一个局部的新低。 从第一个上涨日开始计算, 前三个交易日忽略不计, 从第四个交易日开始。 如果某一天, 大盘指数上涨了1.7%以上, 而且成交量超过前一个交易日, 这就视为大盘已经见底, 新的牛市开始的确认日。 而出现在第四日到第七日的确认日, 成功率最高。 因此在这里, 这一天, 这条开线, 它就是一个确认见底日。 值得注意的是, 这个见底日, 它有时候也会失败。 这个1.7%也不是绝对的, 有说是1.4%。 所谓的规律就是7-80%以上的准确率。 我们看纳指在11月3号出现了一个局部的低点, 11月4号是第一个上涨日, 然后周四, 本周四就是一个确认见底日。 它预示着一个新牛市的开始, 这个也可能是短期局部的新牛市。 当然, 判断底部, 我们还可以用其他方法, 就像上一次讲的, W底啊, 头肩底啊, 回到这是标普。 周四呢, 它已经突破了这条镜线, 图肩底成立。 但是, 它上方遭遇0.618这条压力线, 4000点左右, 这是第二阻力位。 第一阻力位在这里打下来了, 又弹起来了, 这是第二阻力位。 看它下周能不能突破。 它的上方还有这个缺口。 最主要的压力呢, 是这条黄线, 这个下降趋势线。 它从1月份就开始到现在, 看它最终能不能突破这条黄线。 这条线呢, 它和第34天的焦点在这里, 大约是4090点左右。 这是最强的阻力位。 现在呢, 是年底行情。 根据以前的年平均走势图, 它应该能突破。 但是市场顺息万变, 只有它突破了这条黄线, 这才会开启上涨计。 如果它再回调, 这条净线就是支撑线。 当然, 如果再跌破净线以后呢, 这条线就变成了它的压力线了。 现在看来呢, 它还有这条线, 上升趋势线。 如果它不跌破这条蓝色的趋势线, 那也行。 那就还是上涨趋势。 我们再用波浪理论来看一下标普的走势。 它经历了五浪下跌,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浪。 它接下来, 它应该有ABC三浪的反弹。 现在我看这里, A浪没有走完, 因为呢, 在这里回调时间太短, 从这里到里, 它不像是B浪。 所以我觉得A浪没有走完, 它可能会到这条黄色的线这里, 然后它再下来, 开始B浪。 回调, 然后最终是C浪上升。 这样才完美趋势终结于趋势。 其实这两句话是禅论的内容。 有的朋友问个问题, 关于顶分形和底分形。 这两个是禅论的内容。 很多人看过或者学习过禅论。 禅论是我们中国人总结出来的技术分析理论。 它不是一种新型的理论。 它的本质和传统的图形, 技术分析是一样的。 它是对其他技术分析的总结。 禅论的精髓就是走势中完美。 走势中完美这句话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。 任何走势,无论是上升趋势,下降趋势,还是盘整, 它在图形上最终都要完成。 另一方面,一旦某种类型的走势完成以后, 它就会转化成其他类型的走势。 比如说,标普的下降趋势,在图形上,它最终要完成。 它曾经的十年牛市上涨,一旦终结, 它就必须转换成另外一种趋势,下跌是必然的。 而这里在五浪下跌之后,它应该是要改变趋势,或者盘整,或者上升。 但是波浪理论的标准模型是八浪结构。 若五浪下跌,它应该还有三浪反弹,这才完美,趋势终结于趋势。 从这方面讲,股市的年底反弹,这个行情还会继续,大趋势还会继续。 当然在趋势的末端,还会是另外一种趋势。 我们再看,禅论的核心,有很多内容。 下面有1,是基本元素,是开线。 第二呢,它有包含笔,线段,中枢,走势,级别,背驰,买卖点,区间套,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。 我觉得禅论,它对大局的把握上是有帮助的。 这是它的重点。 其他具体的应用,比如说找买卖点,那我们做趋势,做波段,已经应用过很多指标公式了。 禅论这方面的应用过于复杂,我是一般不用的。 但是在看大局方面,要看一下禅论,很有必要。 有兴趣的朋友,可以自己去研究。 接下来我们看几只个股,第一个UUP,美元端癌式下跌。 看这里,三个向下跳空缺口,跌破了这个下降通道。 美元暴跌,那么和它负相关的黄金就会上涨了。 我们看gold。 gold在盘整了三个月之后,终于上涨了。 世界对黄金的需求重有高涨。 也许是黄金的一次上涨机会呢。 随着币圈的崩盘,人们意识到黄金这种实实在在能够抓在手里的资产,才是真正的资产。 但是,不能太乐观,盲目乐观。 我们看周线。 gold它已经跌破了这条上升趋势线。 等它重新站上这条线之后,才比较保险买入。 下一个TLT,20年期美国国债。 它在这里出现了W底,一底比一底高,跳空高,似乎是好的迹象。 也许会有反弹,但是幅度不会大,就像6月份一样在这里。 6月份股市是大涨了一波,但是再是它只涨了一点点。 在这里,6月份。 接下来,股市大力反弹的话,再是它也会反弹,但是它不会涨太多。 只有不再加息,它才能真正的上涨。 下一个TESLA。 上一次还说呢,TESLA只要它不跌破这个震荡平台,就没有大事。 结果它在这里跌破了这个平台。 有一句话就是,跌破平台后果很严重。 就是说,如果你跌破了平台,你就直接到下面,至少20%处抄底。 看这里是不是跌破了平台,就下跌了这么多。 TESLA现在因为收购推特,作为收购方,它下跌也正常。 恐怕它得有一段时间去适应这个过程,股市才能回暖。 这里看起来也是上涨信号,这里底背离。 RSI也是金叉。 看布林线,它在布林下轨这里,上方形成阳线。 这是好的迹象,它接下来也可能要反弹了。 下一个,英伟达。 英伟达在这里,10月13号出现了底背离之后, 它就一路上涨,冲破了这个阻力位,0.618,106。 现在美国政府呢,它有允许英伟达卖给中国一些不那么高端的芯片。 是卖给中国一些低端的芯片,中国无奈它也得接受啊。 而英伟达呢,它也有钱赚,双方都可以续命。 我仍然认为英伟达是值得投资的好公司。 很多人都认为它是最powerful的公司。 今天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观看、关注和转发。 有问题请留言,咱们下次再见。 请留言,咱们下次再见。 感谢观看